北京21号经历16个小时暴雨袭击 整个城区陷入瘫痪 造成37死 数百人受伤 200万人受灾 如今两天过去了 北京市民反映 从受灾至今没水喝 商店矿泉水被抢购一天 网民痛疲 共产党连下水道都见不好 质疑这不只是天灾 更是人祸 大雨过后 据北京官方消息 北京全市道路 桥梁 水利工程多处受损 民房多处倒塌 几百辆汽车损失严重 初步统计 北京市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好可怕了 水马路上都漫过马路 都到了那种平房子 都到了半截的房子那地儿了 最高的地儿 有两间房是人的水 本村死的都是外地人 孩子 两个孩子在家 大人去打工 然后这么着给冲跑的 新街村 听我们值得说 那边捞人的昨天 周口店一个居民 23号套路 大雨已经过去 几十个小时 但是到采访当时 官方都没派人 来探望过他们 多惨呢 也没个救急救急我们 我们昨天一天都没有水 我们把商店的矿泉水 都买干了 网络名人李长鹏却说 大雨冲刷出真相 真相是 一个连下水道都修不好的城市 永远进入不了上行道 当整个国家都修不好下水道 就该知道民意为什么天天在内涝 目前该文在大陆网上已经被删 六四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透露 家人告诉他 雨确实很大 但大水眼看是从地下慢慢涨起来的 显然是地下排水系统出了问题 官方将此次灾情归咎于61年补雨的大雨 然而北京近几年每遇大雨闭烟 去年6月23号 驻下最大暴雨 市区不少地方积水严重 水深其腰 2010年7月10号 一场大雨导致北京一条道路 陷出一个直径几米的大洞 还压断了地下的天然气管道 引发燃气泄漏 新常人记者易如丁宁采访报道